今天教大家煮日式咖喱牛肉飯 首先就是磅米 米就是1比1的份量 今天我做三杯米就配三杯水 材料當然少得牛肉 甘筍 薯仔 還有秘密武器 蘋果 薯仔 說實話我好像沒有洗米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日本米如果煮的話 都不需要洗 都OK的 因為如果有些洗得很厲害 那些米氣米味就洗走了 但是當然有些日本壽司師傅 是洗得很白 洗很多個小時 洗不出很多次 就這樣啤水啤到它 米沒有了米氣 但是我今天就 煮飯就沒有洗米 我先把金筍 薯仔 我先把金筍 剖皮 剖皮就切粒 在超級市場買的牛肉粒 大購買了 給它切粒 切粒是隨意的 有幾大粒就有煮熟不熟 小粒就很快熟 大粒比較好看 小一點會慢熟一點 都是用白水煮 我今天就放兩粒咖喱磚 其實包裝已經說兩粒咖喱磚 大約是拼到2L的水 我沒有磅過 但我看一看 大約以我的經驗告訴我 這裏都2L的了 下去滾 丟掉所有東西下去滾 滾到稀結差不多 就開始做下一個步驟 首先把那些冷藏牛肉解凍 鹽 黑椒 加麵粉 拌一拌 有些張力的時候 煎的時候 牛肉鎖住肉汁 就可以煎到比較脆 就不像煮牛肉 當然我煎半生熟 我又不是想煎到全熟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吃 當然有些人 譬如大肚 可以煎全熟的 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很簡單 跟腩油下油煎 煎脆 煎幾面就可以了 最後我當然是等飯 可以的時候 撕起飯 跟著咖喱也可以 咖喱可以 咖喱可以 怎樣去看呢 它的稀結和味 插針在薯仔裡 跟金筍圖 看看它插不插得穿 輕鬆 插下去 插得輕鬆的話 代表它熟 如果薯仔太稀 其實要試一試 即咖喱太稀 要試一試味 如果那些味OK 有一點稀身 可以上台 大致上都差不多 最近肺炎 大家都在家做主食 即是沒有夜晚晚試 這個咖喱 大約我都用了半小時 不用 我都做完 其實都幾方便 不妨一試 成本又很便宜 成本大約都不需要三十元 可以有幾個人吃 看情況啦 讓大家喜歡的就追蹤我 麻煩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Facebook 還有IG 大家交流一下